他们已经开始宣传说快筛在台湾买是不用排队的 他们把现在没有人排队的这件事情说成是说快筛足够 但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卖给大家 你一个人就只能卖5支 你一直全部握在手上然后不卖给大家 够在哪里啊 如果今天够的话周玉扣一天筛14次我也没意见啊 他有钱他自己买 然后他自己爱戳他鼻孔越戳越大 我干嘛要有意见 戳14次我也没意见 你可以一次戳10支啦 我也不反对 他们想要呈现的是说快筛一开始不够 经过我们两个礼拜超厉害的变魔术 然后这个陈时中拆英文书登山出动之后 你看没排队了 甘无可能你在开玩笑是不是 我们还是先讲一下 最近药局实名制的东西 PTT这个有特别有人讨论 这个是一个PTT网友叫明道 明道 他说他是在南部开药局的 现在实名制快筛因为每个人都只能买一次 4月28号开卖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 每天都卖完当日78份的药局越来越少 那可是他不明白是一个月只让人家用5支是什么概念 每家药局都被筛货筛了4-5箱 像他各分店 我这个是药局小老板 他说各分店就都有4箱没拆 然后你又不让人家买第二次到底是在干嘛 是帮市场上自费快筛找销路吗 越来越多人到处借亲戚朋友还没买过的卡来里 或是重复过卡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你重复过卡就是你以为第二轮了 然后你跑去就说来我想要再买你搞不好还排队 就一叉发现不行锁卡 那很多人是边领边骂陈时中他每天都在听 这才是真实的明月 他每天看到那几箱快筛占空间又消不掉又不能卖 就觉得烦那些门口挂售完的药局 其实大多不是真的售完 是有自定服务时间 因为同一台电脑跟读卡机正常时间是要处理他的慢性处方签 或是健保卡上的处方签的 你今天把他挪来在领块筛 你平常的业务就不能做 所以他门口写售完 意思是我现在不接这个案子的 所以你知道我们讲这个东西 这个才是真实的状况 不是像塔利班讲什么 全世界都卖完了 就你们自己在那边挑便宜的 想要的人不能买 然后不想买的人呢 也没有要买 那为什么老苏苏贞昌不敢开放第二轮 是不是怕又排队 那你如果老是靠这种管制方法 然后骗的人家团团转 那这样不是科学防疫啊 你就只是让人们更难有快筛 可以去确认他的安全度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小欣以你的最近的知识 是不是对这个东西有一些调查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已经开始宣传说 快筛在台湾买是不用排队的 所以他们才会去出征Netflix嘛 那你就想如果他们今天出征完Netflix 明天第二轮开放开始排队 那不就又直接再翻车一次吗 他们已经翻车很多次了 他们没有办法再容忍说有一个直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礼拜又翻车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明快筛就是 如果你再加开心的一轮就会排队 他们把现在没有人排队的这件事情说成是说快筛足够 那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卖给大家 你一个人就只能买五支 一个月只能买五支 所以他当然没有排队嘛 那我已经不能再买了 我去排干嘛 所以我认为他们最主要还是因为排队的原因 他们就不然为什么要一堆人去出征Netflix呢 就他们很介意说快筛要排队 他们很介意我们去讲说 一开始口罩要排队 后来疫苗要排队 还有酒精 你又漏了酒精 酒精要排队 我自己没买酒精每时候漏 酒精也要排队嘛 所以这几个排队项目 他们就觉得说会对他们的整体的防疫 造成一个很大阔 而且跟选举有关 因为他们今年到时候 陈时中出来选举的时候 他们要打的口罩 他们已经在铺牌了 你看好几个侧义都已经在提到同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台湾的防疫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已经很好了 有意见的都是巨因 他就说那可是如果你提出说不对啊 口罩排队 酒精排队 疫苗排队 快筛排队 那哪有说过程都很好 一大堆问题 没有啊 他就是你不能像这样讲 我跟你讲像吴金啊 那个种萝卜杂志 还说那慈母多败儿 到底谁是慈母 你慈母我慈母 因为现在很多绿营的人 是被自己宣传骗的 你记不记得我的脸书 有一次有一个新加坡人投稿 他说他们从外界来看 不觉得台湾有多省 就是新加坡的状况 就是有钱的人可以有很好的设备 没钱的人政府照顾 就是快筛也是 你如果没有钱 政府发给你准确度百分之八十几的快筛 不要钱发给你 那你自己如果要好的 你要准确度百分之九十几的 你自己花钱买 那照这个模式呢 新加坡觉得我自己做的不错啊 那他没有攻击台湾做的不好 他只是觉得 台湾人怎么觉得自己做的那么好 甚至有资格去笑我们 他们很不理解这个东西 可是台湾在过去两年的时间 被关在自己的这个泡沫里面 动辄有人说实话就被三百万威胁 我跟你讲 我今天看到很多故事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故事 可是我今天没有拿出来讲 因为我都跟那个 他们说他们在南部的医院 有看到妈妈一个人照顾两个小孩 其中一个小孩死人 妈妈跟自己人也都确诊 我说你这个东西 我不是不愿意帮你转 是这故事太可怜了 我听了都很怜悯 可是如果对方不愿意出来讲 那搞不好我们又中那个 那个社违法的泡啊 对不对 又说你朱玄又造假 你乱讲话 可是我现在看起来是真的有很多 整个安全网接不住的地方 那只是那些人心力交瘁 没有办法 没有力气出来讲 你觉得 因为你刚讲的 蔡英文说要有一亿计 哪来了 而且本来说五月下旬就会进来了 不要别担心嘛 那现在是五月二十六号嘛 你看他们一直弄我那个 弄到我都快忘记时间了 五月二十六号嘛 那照理来说你一亿计应该已经进的差不多了 那以他们本来的个性来说 早就会在机场门口鞠躬了 那都没有看到 那是不是就是还没进来呢 因为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证明你的快筛够不用排队 就是取消实名制让大家自己买 让大家通通买 该买多少个买多少个 也不要说什么 有人说有啊有啊 那个超商买得到亚培啊什么的 那就是一个骗数 你就是故意跟180的跟100的 然后110名制政府的 你要告诉大家说 政府已经帮你做很多事情了 不要再抱怨 抱怨都是巨婴 那我们是讲说 各大超商各种品牌 都可以自行去购买 也不用真用这个真用那个 大家就自行购买 回到自由市场的机制 然后也没人排队 大家都买得到安心快筛 这才叫做快筛足够嘛 你一直全部握在手上 然后不卖给大家 大家呢一个月只能买五支 这够在哪里啊 而且最近有人在靠北 那个谁啊 叶玉兰他不是什么快筛四次吗 嗯 好那你为什么会去靠北他这个 就是因为快筛不够 你才会觉得他一天塞四次很可恶嘛 如果今天够的话 周日扣一天塞十次我也没意见啊 他有钱他自己买 那他自己爱戳他鼻孔 越戳越大 我干嘛要有意见 戳一百次我也没意见 我也不反对 对那就是因为不够 大家才会觉得说 不够了你还弄那么多 那我都没有 为什么你有 才会有那种相对剥夺感嘛 所以我觉得说 他们为了要呈现出 从他们想要呈现的是说快筛一开始不够 经过我们两个礼拜超厉害的变魔术 然后这个诚实忠 蔡英文书正常出动之后 你看没排队了 所以你现在开放第二轮 大家又去排队 然后大家不是就发现你的这个球态 球态又摆在他面 他其实不是球态 我跟你讲 因为一个总统说 我今天要进一亿剂 我已经指示 我亲自出手 我当时以为是免费 你知道我到现在都觉得那一亿剂是免费 所以我们接下来全台湾就要有一亿剂的免费快筛了 每一个人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每一个人他可以拿五剂 那结果呢 结果不是啊 就是不是 第一个到现在不但没进来 然后第二个 到现在也没有免费 没有免费快筛 我要再讲都是各县市政府现在掰出来的 蔡英文那个时候为什么许下承诺要进一亿剂 我这样讲 蔡英文不是贸易商 他是中华民国总统 中华民国总统会告诉你 我要像贸易商一样啊 进个一亿剂让大家买 甘有可能 那个Joe Biden会讲说 我Pax Lovie呢 要订两千万份让大家买 你在开玩笑是不是 总统要说出口的 就是因为民众需要 民众应该要免费给 让大家都有自保的工具 结果没有啊 这一亿剂到哪里去 而且他卖我们卖的还不便宜 他说他的竞价是95块嘛 对不对 他卖我们100块 那他就说我没赚你的钱 没有他就只是单纯 他只能告诉你说我没赚你的钱 所以我已经对你们都很好了 可是大家期待的是说 这既然政府去买进的实名制 也不准我们说一次可以买 我们需要的足够数量 那你应该是照理来讲 要么你免费 要么你好歹 你就是说什么30块钱 你看高嘉瑜说快筛德国30块买到 你就讲说我也30块让你买 那这某种程度上他至少有点诚意 可是没有 他说我竞价95 所以我要卖你100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的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